在临床上,猫咪出现呕吐的症状一般分为两种可能性,即病理性呕吐和非病理性呕吐。 一般非病理性呕吐往往都是疑惑性,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太过于担心, 而对于病理性呕吐,我们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找到呕吐的病因, 因为不同原因引起的呕吐,解决方案是不同的, 比如说,猫咪是由于吃了不能消化的东西,造成了消化道堵塞引起的呕吐, 那么,治疗宗旨就是什么时候将消化道疏通,什么时候才能够缓解症状。 再比如,猫咪是由于猫瘟病毒感染造成了呕吐, 那么我们在治疗的重点不仅仅应该放在呕吐症状上, 而是需要考虑解决病根,也就是治疗猫瘟。 因此综上所述,当猫咪出现呕吐症状时, 临床诊断十分的重要,因为这将决定着下一步的治疗方案。